曾在疫情期間 樂捐一千片口罩給台灣 他是日本東京都前議員 野齊孝南 來台17年經營拉麵店 如今又有了新身份 曬出聘書 被拙回任命政院顧問 野齊孝南說 這次的任命是受到 十年交情的立委好友推薦 之後會繼續替台日友情 付出貢獻 口中的推薦人原來是他 野齊先生其實在外交的部分 跟台灣的各個面向 都擔任顧問的角色 而這個無職值的政務顧問 對他來說非常適合 值得推薦 擔任政院無幾職顧問 會定期出席會議 給予政院施政方針作為參考 過去這職位都是台人擔任 但法規沒規範 外國人不能任職 野齊先生目前是首位 這也讓政院直呼很罕見 而他和總統還有這層淵源 2016年曾獲聘擔任 台南市府顧問 當時市長就是賴清德 他們彼此是老有關係 野齊2007年卸任日本議員 就定居台南 台日友好 野齊更是多次用具體行動來實現 只是藍營卻有不同意見 你今天如果要用 想要用一位日本的朋友 來幫台灣與日本做外交關係 這聽起來很好笑 而且清德兄 賴總統 應該要更謹慎一點 那你要說清楚講明白 你今天要賦予這一位日本朋友 他是什麼樣的任務 看來都是台南立委 但謝龍切不接受野齊的任命 TVBS新聞花生生理總指的台北採訪報導